因为我们客人的话 跟我们相处还是很愉快的 然后感情也比较好 他直接说 他说 可可我觉得你们这个就很操位 其实在我心里我是很难受的 因为我是想给他一个很好的体验 但是一个人这样提 那我觉得 那你好几个人跟你这么提 你会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大 因为我们的话是偏轻奢风一些 但是你这个地 你让人家来轻奢怎么奢得起来呢 有女士说 诊所一楼大厅的地面 用的是水磨石地板 当时装修公司交付的时候 地面就已经出现了裂纹 现在裂纹更多了 然后他跟我们说 这个地面是要过来打磨 打磨一下就好了 然后打磨过之后 它还是出现裂缝 他说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擦地板的问题 不是他们质量问题 然后我在想擦地板 也能擦出裂缝来 那也是比较厉害了 我看裂缝 我们这边放一放去 对 全是裂缝 对 发黑的关系 他说就是我们擦地板 擦出来的 一楼大厅的地面 的确存在很多裂缝 水磨石的地面 整体呈乳白色 但是明显能看到 有些地方 一块一块颜色发黑 像是污渍 有女士提供了 和杭州中景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签订的合同 合同总价47万五 在报价表上 水磨石总体的费用 大概在四万块钱 后面我们找了第三方鉴定 因为他们一直不管 第三方鉴定 就是因为底下没有铺平 它是凹凹凸凸的 不平的 所以它就开始有裂缝 因为有空隙 然后它现在就是不认 然后这个事情 我们沟通过很多次 沟通了三个月 就是不处理 另外游女士说 二楼有个不锈钢展柜 花了一万四千多 可做工很粗糙 很多地方有明显的焊接痕迹 游女士带记者 找到杭州萧山区 保益中心必做的中景装饰 工作人员说 负责人不在 游女士拨通了项目经理的电话 我们这里的所有的问题 它原来我们装修 在装修的过程中 它都提过了 后面我们全部就是达成协议 我们工地全部结束了 它验收单也签了字 然后我们的尾款是两万七 它只打了五千 然后这个钱就是前面的问题 有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了 就是什么时候 它常规来说是开的很正常 然后就是两万 它打五千我们也认了 它竞工的验收单 也在这个问题的后面 才给我们签的竞工验收单 你有没有 我想问一下 你能不能对记者说 为什么我扣掉尾款 是因为你们延误工期 是不是一个月 还有就是我们油漆 重新刷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就是瓷砖开裂问题 所以我才扣了这个钱 关于水磨石有些地方 发黑以及开裂的问题 江经理做了进一步说明 黑黑脏脏的 是他们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是为什么呢 是客户用水磨石 强力的清洗剂洗的 那裂缝呢 裂缝 裂缝原先我们在装修过程中 就有一点有裂缝了 然后我说这个裂缝 我们当时说了 有一点裂缝很正常 就这个东西能不能修复 或者说因为你们不是有质保两年吗 这个东西 修复不了 那如果说开裂的话 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会用这个东西呢 因为好看嘛 都开裂了还怎么好看呢 它那个裂还不算厉害呢 现场经过沟通 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记者根据合同上的电话 联系上了杭州中景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接至发稿 记者没有收到中景装饰方面的回复 有女士打算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要不要扒黄金眼记住报道 是什么